在2014年英國的皮膚科醫學期刊中 發表了咖啡因對男女性受試者毛髮有促進作用 當咖啡因濃度在10ppm以及50ppm時 能夠對受到二禽搞固酮所影響生長的毛囊 產生明顯的改善 而二禽搞固酮的增生正是許多弱髮問題的一個根源 該研究中同時指出咖啡因濃度在5ppm和10ppm時 可以促進髮幹的健康生長 後外的咖啡因養髮液將咖啡因濃度控制於5-25ppm之間 透過毛囊與頭皮間的肌膚屏障 產生適度的頭皮活弱卻不過度刺激 可深入毛囊進行修復 活弱毛囊以活化頭皮緩解頭皮問題 打造頭皮的最佳養髮環境 目前包括歐盟、台灣在內都建議 成人一天的咖啡因攝取量 大概在300毫克以下 那300毫克大概多少呢 其實每天早上我們到連鎖咖啡店 點一杯大杯的每次精選咖啡 其實它的咖啡因含量就已經破表了 那歐盟的咖啡因陽百億裡面 它含的天然咖啡因含量大概在5-25ppm左右 其實以每天我們的使用量約2cc計算 其實它裡面大概只有含0.05毫克的咖啡因 這個劑量對頭皮我們是覺得有好處 而且其實它只佔每天建議攝取咖啡因的量 大概6000分之以下 它對人體的影響其實是非常小的 自從咖啡因陽百億上市以來 許多朋友紛紛給我們非常令人訝異的一個改善體驗 包括頭皮更清爽了 頭皮的油脂變少了 以及頭皮的弱髮問題得到改善了 依據宏光科技大學的試驗結果 我們發現在使用之後 可以強健髮根 可以舒緩頭皮 以及打造更清爽的 更健康的一個頭皮環境